在一片完全由岩石组成的大地上 有一片巨大的三角形盆地群 在这片地图顶端 封印着这个世界的最终BOSS 邪恶法师 传说谁能杀掉这个最终BOSS 谁的种族就能获得本场游戏的胜利 但是斩杀最终BOSS 需要经历四大关 且每一关都难如登天 虽然数百年来 有无数的挑战者想要登顶 可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但如今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他们就是人精受矮四大种族 为了胜利 他们将全力以赴 奋勇搏杀 不择手段 最终拿下BOSS的向上人头 那么首先第一关 四族需要击败骷髅大军 和他们背后的邪恶法师 最后将敌人全部杀死 通往下一关的道路才会打开 而这对于资源匮乏 发展不过两百多年的四族来说 位于天方夜谈 虽然人类和少人通过了第一关 打开了通往第二关的道路 但接下来的挑战则更为可怕 这里遍布军坦 可以让人感染害人的肿瘤病毒 变成恐怖的肿瘤生物 只有消灭这五个肿瘤母体 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站稳脚跟 不过我感觉光是军坦 就够人寿两族喝一呼的了 虽然受人侥幸过关 但是人类也 那么恭喜人寿两族 历尽千辛万苦 成功通过第二关 那么接下 我将打开第三关的通道 让你们直面荒凉可怕的诅咒之地 这里有七座火塔 和无数怀炎恶魔 只有把他们全部消灭 才能打开最后一关的通道 见到本场比赛的最终boss 但是就在人寿两族 来到第三关之时 惊癌两族也通过了第一关 来到了第二关 但由于第二关已经没了 所以他们直通第三关 四族此刻来到同一起保险 而在最终boss面前 他们是会儿于我诈 还是相爱相杀 又是谁能斩杀最终boss 成为本场游戏的king 请选择你最看好的种族 比赛正式开始 好的 比赛一开始 人寿两大强择一拍即合 决定先手拿下精灵 虽然被两国围攻 但是精灵丝毫不慌 怎么着也是曾经的版本之子 虽然现在落魄了 但也不是你人类可以招折的 弓箭手战着地形优势 拉弓射箭与人类不相上下 但如果兽人再来掺一脚 那可就不一样了 此时兽人正在激行军 人类好兄弟 你撑住 我马上就到 我马上 啊 要从这儿走啊 那算了 你自求多福吧 兽人想撤 可是恶魔不答应啊 不得已 双方展开了一轮友好磋商 最后 兽人含泪拿下两座塔 对人类表示 兄弟 对不住了 我尽力了 阿溜阿溜了 与此同时 人类竟然靠自己的实力 突入了精灵国内 精灵此时奄奄一息 即将灭亡 曾经高冷美丽的精灵妹子 此时却被人类 按在地上摩擦 这谁看了不心疼啊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矮人高呼一声 放开那个妹子 挺身而出 宣战兽人 兽人满脸问号 不是 凡事都要讲道理啊 人类在打精灵 你打我干嘛呀 矮人说 你懂得屁 我这叫唯卫救赵 英雄救美 你跟人类那么亲 打你就等于打他 兽人十分不爽 立马掉转枪口 与矮人一战 然后他发现 情况不对 兽人刚打完恶魔 军队尚在恢复 面对矮人 怜悯不绝的进攻 竟然被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就跟精灵一样 奄奄一息 即将灭亡 曾经 五大三粗的兽人大汉 此刻 却被矮人 摁在地上摩擦 这谁看了不心疼啊 就在这关键时刻 人类高呼一声 放开我的兄弟 挺身而出 训斩爱人 由于兽人自顾不暇 人类救兽心切 精灵暂时得救了 看到人类竟然 真的来救自己 兽人瞬间充满了希望 集中最后的力量 与爱人拼杀 此时 人类正在赶来了路上 兽人称注 我马上就到 人类不计前嫌 义无反顾地 冲入了第三关 恶魔塔 被人类全部推平 恶魔们 也被人类杀死大半 于是 通往最后一关的大门 轰然打开 最终BOSS 就在那里 胜利 在向人类招手 但是 人类的内心 毫无波动 谁也无法 塑装我 拯救兄弟的脚步 兽人 别怕 我来了 啊这 啊也行 兄弟你先狗住 等我干死这个小矮子 咱们 人类定待了 他不敢相信 自己克服艰难险阻 最后 就落到个 被受爱夹击的结果 前线人类不对 心如死灰 毫无斗志 被矮人团灭 随后 受爱联军 勾搁猛进 打得人族 丢盔弃甲 还摧毁了 诅咒之地的A城 人类后知后觉 啊 原来如此 不出意外的话 人类怕是要忌了 但是也没有想到 精灵军队 却突然杀出 杀得兽人 仁仰马翻 精灵联军 遭受重大挫折 人类 兽人 爱人 全都惊了 啊为啥是你 精灵回答 啊 你们不要多想 是兽人 主族进攻我的 我只是正当防卫 要问 你们就问兽人吧 啊事实呢 也确实如此 在兽人军队 进攻人类的那一刻 兽人 有意无意地 宣战了精灵 而此刻 精灵军队 果断杀出 兽族部队 迅速溃败 受矮灭人的计划 失败了 爱人反应过来 好家伙 兽人你个二五仔 啊不想打人类 你就跟我搞这出 啊 你忘了人类 A场的事了 还有 精灵妹子不要怕 我帮你打他 爱人帝国 向兽人宣战 精灵轻哼一声 却暗暗 长出一口气 兽人帝国 见事情败露 果断与人类帝国求和 人类啊 再信我一次吧 你看我刚才 都故意放水了 让我们再次联手 一起干掉爱人 人类表情复杂 曾经 自己为了兽人 放弃了胜利 换来的 就是兽人的背叛 如今 兽人来求自己 他的内心 毫无波动 对不起 我已经不再天真了 我答应你 不会向你出手 你走吧 随后 人类与爱人求和 并且宣战精灵 人类呢 还是知人图报的 表面上 他宣战了精灵 但实际上 他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你刚刚救了我 我怎么会进攻你呢 人类如是说道 精灵没得选 毕竟 自己的军队呢 都去打兽人了 就算不信人类 又能怎么样呢 于是继续进攻兽人 而矮人 正锋毫甩动 自己的小轮腿 前往精兽战场 精灵妹妹 撑住啊 我马上就到 我马上就 嗯 爱人 若有所思 然后恍然大悟 继而悲从中来 最后 他做出了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此刻 精灵主力 正在牵制兽人 这么点兵力 想扛住兽人呢 还是有点困难的 但是矮人 应该很快就要来了 只要矮人来 一切就还有机会 什么 精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会这样 精灵主力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矮人军队围杀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质问矮人 矮人却冷冷地说 别装了 你一直在利用我吧 哦 你跟我一起打兽人 是为了掩饰A城的事吧 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战争上 然后你趁机扩充A城地盘 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下最终boss 不 不是这样的 矮人你听我解释 算了吧 我已经答应人类干掉兽人 你猜 人类答应我什么 人类打军出其不意 打得精灵毫无还手之力 而兽人也被矮人打得连连后退 经兽两国大势已去 矮人则终于独占最终boss 公元410年 最终boss死于矮人弓箭之下 随后精兽两足灭亡 让我们恭喜矮人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为这方世界 献上火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